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中里的出口是自己的排名第一 然后本身我就说还有石油还有天然力 然后还有铲桥铁这些贵地主 所以它国家它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那这个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之下 然后他们的房价当然自然而然他们 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个国家好 就会很多外资来投资 目前政府一直在做的业 尤其是对吉隆坡这个城市 他们有推出一个2020宏愿 那其中呢包括有一个叫大吉隆坡计划 他们政府拨了1720亿令吉 就相当于台币1兆7200亿 要把吉隆坡打造成一个 未来全球20大适合居住的城市 那中国大陆也基于东协这个市场 而且也基于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他们赤资250亿 打造这个泛亚铁路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他们现在目前有一个很重大的投资 就是新加坡跟吉隆坡一定动工了 就是说他们要盖一条这个跨国性的高铁 叫做龙兴高铁 那这个高铁的距离大概差不多300公里 只要90分钟 所以以后这种一日生活圈行程 他们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有趣的是这个97年 刚好是他们双底星落成的那一年 以前的马来西亚 有一次他们在1997年金融风暴 马来西亚那时候也损失了大概3000亿的美金 他们就锁国 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内需撑起来 那我有一些客户有去 当时有去那边观光过 他说他差不多97年去的时候 整个吉隆坡市中心就一栋双子星最高 周边全部都是爱房子 那是到06年开放以后 我们现在去如果到现场去看 双子星旁边很多高楼大厦 因为他06年开放嘛 所有的外资开始进驻 进驻以后他们看到机会 所以都一直在盖 一直在盖房子 所以他们的整个市中心的发展 其实是从最近这几年才开始 对 好 马来西亚可以说是全球18亿回教徒的门户 而且他这几年来 进步得非常快 老师 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就知道说其实他的那个 就是种族是多元的种族 那现在如果用多元文化的角度来讲 他们号称就是说 刚好跟世界上主要的人口 都有语言相通的优势 他们的华人其实也不只是讲华语而已 像他们在吉隆坡市中 福建化 福建化、广东化、潮州化 像我们讲的台语 当地其实他们都各个 各个族群的华人 因为华人也是有来自各个不同的身份 所以他们当地也都可以通 其实因为在马来西亚 百分之二十五 大概四分之一的华人掌握 他们大概七成到八成 所有的国家的经济动脉 所以但是马来人相对 占的是比较多数 但是却是占的比较弱势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 这个华人来掌控经济 那马来人的部分 他们来运作政治的部分 那相对就会有一些比较保护 他们比较弱势马来人的这个部分 那以我们的买房来讲 他们一个发展商要盖一间房子之前 他必须先公告九个月的时间 那这九个月的时间 让马来人 当地的马来人 他有优先购买的这个权利 优先承购权 那可以打折吗 价格会比较远回吗 他们有稍微便宜一点 大概会在总价2%到3%这样子 要保护他们 在政策上面要保护马来人就对了 对对对 废话不多说 赶紧去看低栋房子 因为整个吉隆坡的范围 大概就像台北市跟新北市这么大 那他们也预 现在目前大概是600万人 他们也是预计在2020年 会提升到1000万人 那我们就是看好说 这样子有相当多的 不管是就业 或是这个人潮的涌入 那他的房市需求量 就会激增 那我们这个竟然是 现在讲的这一个是 标榜每一户都可以看到双子行完整的 近年来有许多有意投资马来西亚房市的人 先是参加房仲业者的说明会 再跟着考察团出访 坐落在吉隆坡的Jalan Dun Raza建案 就是列入排行榜的热门标的之一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四栋建筑 是我们在双子星塔的北方 大概1.5公里的距离所推出一个新的建案 AB洞算是第一期 CD洞算是第二期 那我们现在推的是第二期里面的D洞 早上我们其实有带客户到我们的 第一期AB洞的34楼公社层上面去做参观 那其实客人去上去看的这个景观呢 看的都其实非常满意 像在台北市要找到这样子的view 几乎是不太可能 那它的面后面的部分 它可以看到一个T.T.Wongstar湖 T.T.Wongstar湖是吉隆坡市中心里面 最大的面积的一个湖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园面积的两倍大 那除了有一个T.T.Wongstar湖 第三户这一户 那它是一个一家一房的一个单位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样品屋吧 这个建案最特别的是 它的每一户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使用电梯 意思就是每个人回家 电梯一开门就是自家的玄关咯 这个一般是要到非常顶级的豪宅 才会做到这样子 不然它一般都会先经过公共框间 然后带到自己的家门框 才能进去这样子 对 好 它现场展示的样品屋 跟刚刚我介绍给猪妈妈的 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从我们刚刚讲的玄关打开门 进到客厅以后 一样是它会先经过一个餐厅 那前面呢就是我们 客餐厅是开放式的 通过客厅之后 外面有一个非常宽敞的阳台 在这阳台上面呢 你就可以看一览整个吉隆坡的市井 非常漂亮 那餐厅的旁边呢 我们就可以从中间这个空间呢 转到厨房的地方 那因为这个建案 它所提供的是简装修 整套的厨具呢 大概总共的价值 差不多是五千台币大概五六十万左右 那全部都是用一个瑞典的牌子 所以它建商在这个部分 厨具的用料也是用得非常好 那另外它在这个厨房的旁边呢 还有做半套的这个卫浴 里面就是有简单的洗手台跟马桶 让参访的客人呢来做使用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 它的整个房子的主卧室 主卧室里面呢 它有一套完整的卫浴 那这个卫浴比较特别呢 是它每一间的卫浴 它都有一个 身六十公分的降板浴缸 就是它到时候这边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样本屋 是盖在别人的房子上面 但是它实际盖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会往下挖六十公分 那现在看到的是透明的玻璃 到时候建商会全部贴上霧面的 那刚刚它的阳台是在客厅的部分 所以这个主卧的部分是没有阳台的 比较特别的是说 它整个是呈现一个弧形的造型 所以它在它的卧室的地方呢 会有一面墙 是有点像做斜面的设计 那这样的设计呢 一般我们台湾的客户 可能第一眼看到 会觉得说这样子 比较不奇怪 因为他们台湾人就比较喜欢 格局方整的方整 但是呢 考虑到因为不是自助 外国人其实对于这样子的 的格局呢 其实不会太排斥 所以呢 其实客户的反应 到最后也都还不错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崭新的房子 其实在马来西亚 你如果仔细走到它的街道 会发现它的房子 长得好像跟台湾不太一样 对不对老师 是 像台湾就说很容易就有7楼 那在那个马来西亚这边 它是西式的建筑 然后呢 就说传统的建筑里面 是高角屋或者是爱房子 那如果说展现在现在这个大楼 它也会受这个影响 通常它是地下的几层楼 是作为停车场之用 不像我们都是在地下室 有停车场 对它这边 一个是不需要 另外一个他们也可能 就说挖深的这个地下室 来停车觉得不安全 那另外就是 像在那个 在马来西亚的大楼 一般来讲 它的公设 会相当多 站的地方也大 同时呢 因为它地方大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在造型上 有比较多的变化 不会像台湾这边 都盖得方方正正 马来西亚很特别 它公设不用钱 对 公设不用钱 可是你使用公设是要钱的 就是像我们台湾付的管理费 意思一样 好 跟大家赶快讲一讲 这栋房子的资料 我们这个个案 它现在目前坐落的地方 大概是在吉隆坡 我们叫它的艺文特区 它旁边有它的国家文化艺朗 它的国家剧院 国家图书馆 甚至还有一个心脏权威中心 那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算是湖滨公园 有绿地就对了 有绿地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园的2.5倍大 大家应该还蛮好奇的就是价格 对 它看起来坪数应该有30几坪吧 10坪是35坪多 对35坪多 那它是两房两厅的这种规划 有豪宅的配备在里面 对 刚刚讲的独门独户的这种电梯 户户专用的专属电梯 那另外是每一户都可以看到双子星 那这样的价格要多少钱 以现在目前这一户 我们在14楼来讲的这一户 它的单总价是 以台币来换算大概是1289万 1289万 换算过来的每瓶单价大概是33-34万左右 这价格 而且可以看到双子星有view 会觉得好像还让人挺心动的 其实如果这个建案 我如果要自住的话 我是首选 我是大概会很满意这样子 其实就世界各国 好像美国它中央公园周边 还有就是像我们台湾 台中的绿园道周边 还有我们大安森林公园台北 大家都知道 在第一排的房价都是最高 最贵的 对那当然它的这个地段也是首选 这个物件呢 它周边又是国家的一些剧院建设等等的 相当也不错 我们如果把它的周边条件来类比成台北市的话 它应该算是哪里 差不多是像这个大安区加上中正区 有这样子的概念吗 差不多 而且它这条路是非常大的路 是主要干道之一 可是它好像离它的市中心有一点点距离吧 所以也是猪妈的考虑吗 是 因为我是以投资的角度去看 我打算希望有租金可以收 那我刚刚讲了 如果这个是要自住 我要去在那边常住的话 这个绝对是我的首选 它的游泳池好像是50米 很标准 然后户户有露台 这个是很吸引我的地方 而且一瓶才三十几万 看起来真的很让人心动 可是它不符合我们猪妈的 那个第一次出国去买房子的主要目的 它一定要选择在黄金地段去买房子 所以没关系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再去看看 符合猪妈条件标准的 这个黄金地段的房子究竟长什么样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再去挑另外一栋房 就好 敌人 到哪里 是不是 稍后 在 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